甘平回 第三回 定哀江 乾婆受賄 切圈套 浪子絲條 第一部份 施藥 炸兌不相識 隨絲似有情 杯前膠一面 花底暖雙蒸 疏驚新泰 含糊問救命 影含今夜粥 心意幾交橫 有八句詩的 五言詩 我們見到後面有幾句 茶丫 驚新泰 含糊問救命 這兩句小弟看回線上的註解 這個是形容身分之夜 但是他們是惹合 其實這個真的可以看得出 作者其實在這裏是諷刺中 講反話 話說西門慶殃皇婆 一心要悔哪癡而一面 便道 乾娘 你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成 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 接著現在就講到 話說西門慶要求皇婆幫手 看看可不可以促成這件事 今次大搜筆了 願意送十兩銀給皇婆 是 為了要一個潘金鏈 就拿了三分一個潘金鏈出來 給皇婆 真的她都是做生意人 沒有虧本生意做的 不過她不知道 她後面還要拿些錢 突然間 答應了皇婆十兩銀 也可以看到十兩銀其實不少 我想對皇婆來說 是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不是計算過數 她那個又豬又雞又牛 那一頓飯 其實我們放在香港的話 可能都要去到一萬多銀一頓 所以十兩銀應該都是一個不少的數目 現在講銀兩萬元多一點 上下吧 上下吧 不過皇婆就很小心 第一件事 說你要埃光 埃光這兩個字很難解 其實就是要偷情 那你就要五事俱全 要五樣東西 皇婆道大觀人 你聽我說但凡埃光 的兩個字最難 怎的事埃光 比喻金族庫 偷情就是了 要五件事俱全 方才行的 第一要潘安的貌 第二要盧大行貨 第三要鄧通搬有錢 第四要青春少少 就要棉女針一搬 軟款引來 第五要閒功夫 此五件 換做潘盧鄧小嫻 都傳了 此事便獲得著 那麼就 他這裡就說是 潘盧鄧小嫻 潘盧鄧小嫻 是甚麼呢 嗯 第一個 潘就是潘安 要潘安這樣 第二要盧大行貨 就是 那件工具要大件 性能力要強 是的 性能力要強 現在這樣說 第三要鄧通有錢 第四要青春少少少 最後要棉女針一搬 一般的 棉款引來 就是細心 嗯 最後第五要 就是閒功夫 閒 所以就是潘盧鄧小嫻 那麼 西門興就自己說 我有 我五樣都有 西門興道 實不瞞你說 這五件事我都有 第一件 我的貌須被不得潘安 也衝得過 第二件 我小時在三階兩項遊串 也曾養得好大貴 第三 我家裡也有幾貫錢財 須不及等通 也頗得過日子 第四 我最忍耐 他便打我四百頓 憂想我回他一拳 第五 我最有閒功夫 不然如何來得任勤 乾娘 你自作成 完備了時 我自重重 謝你 所以呢 其實 真是古代和現代 都不是差得很遠 反而呢 第二點 那裡呢 反而我們現代 還沒有提得那麼多 但是他們說得那麼直接 真的 大家都知道 要追女生 一定要有錢 要英俊 要有空 要有空 要細心 是啊 真的完全一模一樣 人始終都沒有變過 嗯 那 現在追女生 第二也沒有辦法示範 那 這個唯有信 那 其實 當追到手之後便知道 便知龍與鳳 好 好 好了 那 西文卿 五月也有 也答應 會重重有囚 借 王婆 那 搞完五個 王婆 一樣 先一關 接著第二關 還有一件事 那是什麼事呢 那 就說 其實還有一件事 最難有十分 還有十件事 這十件事 就是 用錢可以到九分 九離 還欠少少 我知道 從來都亂識的了 不肯亂花錢 那 這件事呢 如果不行的話 就會搞不定了 這樣 王婆 道 大觀人 你說五件事都傳 我知道 還有一件事打擾 也多事成不得 西門慶道 且說 什麼一件事打擾 王婆 道 大觀人 憂怪老身直言 但凡埃光 最難十分 有使錢到九分九離 也有難成處 我知道 你從來 不肯互亂便洗錢 只這件打擾 西門慶道 西門慶道 這個容易 我只聽你言語便了 王婆道 若大觀人肯洗錢時 老身有一條妙計 雖交大觀人 和這痴兒會一面 王婆 就有個計劃 這個計劃 使得 大觀人 和這痴兒會一面 她只答應 見一見面 就問她什麼辦法 今天晚了 回去回去 過半年三個月 才來商量 西門慶道 端的有甚妙計 王婆笑道 今天晚了 今天晚了 且回去 過半年三個月 來商量 又再釣魚 又在那釣魚 又在那釣魚 玉琴先種 唉 哈哈 終於忍不住 你不要這樣 西門慶殃及道 乾糧 你憂殺科 自作成我則個 因有重暴 因有重暴 不要玩 叫她 做了功課 已經知道 沙門慶有興趣 所以 就做了功課 知道 可以向她 介紹了 潘錦蓮 王婆笑嘻嘻嘻到 大觀人 卻又荒了 老身這條計 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 端的強此孫母子 教女兵 十足八九著 今日實對你說了罷 這個癡而來歷 雖然微末出身 卻倒百零百利 會一首好彈唱 針子女公 百家歌曲 雙六象棋 無所不知 小明叫做金蓮 娘家姓潘 原是南門外潘才的女兒 賣在張大戶家學彈唱 後因大戶年老 打發出來 不要武大一文錢 伯伯與了他為妻 第二件事就跟她說 欸 你給我一點錢買個 藍炒買個白炒買個白鑽 買個白鑽 幾兩好麵這樣 等我去做一身衣服 做什麼叫做 秀衣啊 嗯 這癡兒等閒不出來 老生無事常過去與他閒座 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 他也叫我做乾糧 無帶這兩日出門早 大觀人如乾此事 便買一匹藍籌 一匹白籌 再用十兩好麵 刀把來與老生 那我就 做秀衣呢 我做不到啦 我不如叫你 阿潘錦連過來幫我做 那趁機有機會 可以等你兩個見一見 老生卻走過去問他借歷日 央及他選個好日期 叫個裁縫來做 他若見我這般說 選了日期 不肯與我來做時 此事便幽了 他若歡天喜地說 我替你做 不要我叫裁縫 《者光便有一分了》 他就說第一 我孫子就說 請潘錦連去做 叫他做裁縫 叫他做 如果他不肯的話 沒有了 但如果肯的話 這個就是 《者光便有一分了》 就是一份 第一 第一招 孫子就 看看可不可以請到 潘錦連過來做裁縫 如果請不到 沒得談 人家都沒有興趣 不用想啦 第二份 第二份 就是 我請他過來 做 他肯來過來做 那已經有兩分了 點了 我便請得他來做 就替我逢 者光便二分了 他若來做時 五間我卻安排 賤酒 吃點心 請他吃 他若說不便當 定要將去家中做 此事便幽了 他不言語吃了時 者光便有三分了 者一日你也莫來 直至第三日 響午前後 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 以咳嗽為號 你在門前叫道 朕的連日不見黃乾娘 我買棧茶吃 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裡坐吃茶 其實葉Sir一看到這一段 小弟覺得黃婆好像一個職業 像是今時今日的精算師 都是計劃言論的 想得很清楚 怎麽樣可以一步一步達到目的 其實這裏真的可以看得出 黃婆的心計和她的計算 而且她對人性那種掌握 真的完全淋漓盡致 所以她可以每一步都計算得這麽準 所以那裏是誰批的 微批 就說她計料如指掌 好像袁濤剛才說的 計算得很準 如果她肯過來 我這邊要做衣服 那就兩分光了 兩分了 好了 她來的時候 在下午就請她吃東西 如果她不肯吃東西的話 要回家的話 此事休矣 就是這個 吃都肯吃 不行 肯吃 三分 然後你找一天來 應該是第三天 他算好了 這一天也沒有來 直至第三天 第三天 是響午時 下午的時候 你就要整整齊齊打扮來 以咳嗽為號 你在門前叫 怎麼連日不見黃乾媽媽 我買棧茶 吃香 我會請你入房 坐著吃茶 嗯 如果那個 潘金蓮看到你來就走的話 那就沒有行 他走也走不住 你看到你走就不行了 於是就沒有行 但如果她肯留下來 那就會跟她說 對潘金蓮說 這個就是我的恩人 我衣服的社主 官人 那就很感謝她 那時候就幫她 裡面 賣弄她針子 以為她在北來兜欄 答應時 此事免憂 但如果她口中答應於你說話 這個就已經五分光了 找個機會過來 是 那就 聊聊天 肯肯和你聊天 搞定 人家 踩都不踩你 收手 這樣就不用想了 他若見你便起身來 走了歸去 難道我且住他不成 此事便憂了 他若見你入來 不動身時 者光便有四分了 坐下時 我便對此而說道 這個便是與我衣服 施主的官人 虧殺他 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 你便賣弄他針子 若是他不來兜欄答應時 此事便憂了 他若口中答應與你說話時 這光便有五分了 於是跟著 黃婆總會說 我難為這個娘子 幫我做這些搜索 你兩個都在這裏 一個出錢一個出力 他便很難搞 不如我去幫大家 官人做個主人替娘子擾擾手 我便道 卻難為這偉娘子與我作成出手造 我便道 規殺你兩施主 一個出錢一個出力 不是老身老其相殃 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裏 官人做個主人替娘子擾擾手 你便取銀子出來 你便取銀子出來 讓我買 若是他便走時 難道我扯住他 此事便憂了 他若是不動身時 事務易成 此光便有六分了 接著他拿錢 臨出門時 會跟娘子說 請你在這裏 相待官人坐一坐 如果當時立刻起床走 也阻擋不了 但如果他不肯走 他不走坐在這裏 就七分了 於是他就買東西 買東西之後 就叫他喝酒 但如果他不肯喝 那就不行了 但如果他肯喝的話 那就不行了 這就是八分 我卻拿銀子 臨出門時對他說 有勞娘子相待 官人坐一坐 他若起身酒了家去 我忠不成阻擋他 此事便憂了 若是他不起身又好了 者光便有七分了 待我買得東西提在桌子上 便說 娘子且收十個生活去 且吃一杯移酒 難得者觀人花錢 他不肯和你同桌吃 去了 此事便憂了 若是他不起身 此事又好了 者光便有八分了 喝到差不多 喝到差不多 那我就會說 沒有酒了 就要你再買 那你就再拿些銀子出來 求我去買 再買一些果子來配酒 我想果子就是那些 下酒了 那他就會怎樣 我就會把門關上 鎖你兩個在屋裡 他如果是很招銳地走 此事優異 他就走 如果他任得我鎖門 又不招坐的時候 就九分了 剩下我一分 就你自己搞定 待他吃得酒農時 正說得入講 我便推到沒了酒 再交你買 你便拿銀子 又讓我買酒去 並果子來配酒 我把門藝上 關你兩個在屋裡 他若焦燥跑了歸去時 此事便憂了 他若由我易上門 不招躁時 這光便有九分 只欠一分了 只是這一分倒難 大觀人你在房裡 便著幾句甜話兒 說入去 卻不可躁爆 便去動手動腳打擾了時 那時我不管你 你先把袖子 向桌子上忽落一箱鑄下去 只推十住 將手去他腳上捏一捏 他若鬧炒起來 我自來答救 此事便憂了 再也難成 若是他不造聲時 此事十分光了 這十分光做完備 你怎的謝我 但是說自己搞定 仍然有計劃 有計謀給了 Simon King 他就說 你在房裡的時候 就要說幾句 甜話兒說入去 大家明白了 那些甜言 就是哄女仔 叫他做哄女仔的功夫 就不要粗暴 不要動手一腳 否則搞不定的事 我就幫不了你了 接著呢 你靜靜找一張袖 桌面上一雙筷子 就搖進去 裝撿 然後就不要撿 去搬金 今年到 去推一推 唉 真的 你這個真理調情 已經到達接觸 即是不只是口說 如果它炒起來的話 我就會來答教 此事有疑 但如果不是的話 那這個是十分綱 這個十分綱完善之後 你怎樣借我 保不保持永遠記住 都是錢的問題 是的 西門慶聽了大喜度 雖然尚不得凌焉覺 乾糧你這條計 端的絕品好妙計 王婆道 她不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 西門慶很高興 聽到之後就是行 不過其實一路看她 這樣帶下來的話 其實她開頭 無論她之前和西門 說得多有把握 把握多厲害都好 其實可以看得出 她不是那麼熟悉 潘金年的性格 所以她一定要貼了很多東西 叫西門去試潘金年的性格 嗯 其實做生意很多都是這樣的 單接了回來先 趕做天下無敵 到做的時候 可能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但是她的計謀真是厲害 這個人如果真是 她當時如果她身體 是男人的話真是不得了 但是無論如何 這件事後面跟著下來就是 殺行了 於是就 那一趕快西門慶啊 自然去買了 西門慶道 便得一片骨皮吃 切莫忘了洞亭湖 這條計 乾娘幾時可行婆道 指今晚來有回報 我如今趁母大未歸 過去問她借歷日 細細說與她 你快使人送張籌券棉紙來 優要遲了 西門慶道 乾娘 這是我的事 如何敢失信 於是作別了王婆 來了茶屎 就去街上買了 囚券三匹並十兩清水好眠 家女叫了待安兒 用煎包包了 一直送入王婆家來 王婆歡喜收下 打發小獅回去 囚券三匹 十兩清水好眠 家裡的待安 就用壇包包了 用東西包著送去 王婆家 王婆當然很高興 收下 就打發小獅回去 然後就有一、兩、一對 對戀好 前獅好 毛山昏雨 幾時就 莫乎 雙王 竹 楚台 嗯 這個呢 其實就是我們經常說 神女有心雙王無夢的雙王 說一下故事 其實當時 雙王就是仰慕那位女神 所以他做了很多功夫去哄女神 嗯 好了 肉之后是如何呢 繼續看我們第三回的第二部份 兒子 呢 天 蠻 海 美 天 日